疫情转眼就两年半了 改变了很多 我相信每个人在疫情期间经历过的感受的 会有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 今天的主题同样是两个 第一 英国生活 第二 英国的房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从前几次的直播上来看 大家提问最多的是两个 第一 关于教育 第二 关于房产 这可能也是英国最具有魅力 最具有优势的两个大的方向 先讲讲我的一个基本感受 就是如果大家注意看我的朋友圈的话 大家会发现 基本上英国人已经接受了共存这个概念了 已经接受了躺平这个事实 这个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做的不好 只能说这是英国的特色 英国人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说让他全员隔离或者全员核酸 这个很容易引起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动荡 所以说英国有他自己的方法 不论你是否接受 群体免疫是目前英国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措施 也是他坚决执行的一个政策 当然群体免疫是通过什么呢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数据 有54%左右的是通过获得病毒 是通过感染病毒获得的 还有40%几是通过打疫苗 打疫苗获得的抗体 还不如获得被中招的这个概率要大 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对错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没有对错 我们现在判断一个事情 不要老是拿对错黑白去看 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个事实 它出现就一定有它的道理 我们尊重每个政府的观点 我们也同意并且认可 中国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大的动作 做了很大的努力 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所发生的只是短暂的 必然会过去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房产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几个基本观点 其实在英国买房 我们首先要判断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孩子已经在英国工作了 有稳定的长期的规划 坚决的买 闭着眼睛买 不要买太大的 我一直跟我公司的同事也讲 年轻人特别是买房 特别是第一套房 不要犹豫 坚决的买 闭着眼睛买 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两个问题 第一 你的预算 第二 你的首付 第三 你的贷款 因为你去算一下就是 你每个月给的房租 和你每个月给的房屋贷款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能够给自己交房租 为什么要给房东交房租呢 这个是一个刚需 所以说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讲 当然女孩不一定啊 女孩可能还会有机会 比如说男孩去买 但是对于在英国有长期规划的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男孩子来讲 坚决的买 如果自己没有钱 这个时候家里可以做一些贡献 家里可以提供一些首付是完全有必要的 家里不要老问说学什么专业能找到工作 这个不是家长应该问的问题 因为从我的观点里来讲 如果一个年轻人他能找到工作 绝对不是他的专业决定的 而是由于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性格决定命运 而不是专业决定命运 如果说他22岁了 要来读研究生 还要一个家长来问读什么专业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 失败的 一个不好的信号 家长应该尽早放手 反而是在买房这个问题上 应该坚决的支持 5%也好 10%也好 如果有机会 家长能够提供一些经济的支持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说第一个刚需 是如果你在英国有长期稳定的规划 买房 闭着眼睛买 第二个适合买房的是什么呢 资产配置 如果本身您有一定的中国资产 有一定的境外的资金准备 应该坚决的买 闭着眼睛买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英国的房产 特别是伦敦的房产 基本上过去50年 过去100年没有跌过 而且也不可能跌 因为它是一个岛国 岛国意味着什么 供需关系 需求越来越多 供应越来越少 意味着它的价格一定是往上走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需要做的是 找对人 花对钱 办对事 第二不要贪小便宜 能找专业的机构帮助 尽量找专业的机构帮助 帮助你找走弯路 很多人会说 说有钱钱出不来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如果你的钱出不来 只能说明一点 说明你的钱还不够多 我在过去15年 过去16年当中 处理了大量的这种投资移民 大家会发现 200万英镑 人家都能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这么转出来 为什么 你50万英镑反而一年都转不出来呢 要不然是因为你没有认知 要不然是你没有找对人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在英国买房 其实无非是以下几个需要考虑的内容 第一 第一 有没有钱 第二 钱出得来出不来 第三 能不能贷款 第四 回报率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 如果你在中国有这种稳定的高增长的 比如说基金 不过最近也跌得跟10亿一样 如果你说你有一些股权投资能动不动做的20% 坚决的在中国做 如果你想在英国投资 在伦敦投资地产 一定是坚决的考虑它的什么呢 稳定性和它的稳定增值安全性 这个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关于房产的一个基本的思考 而且从我妈的角度来看 我妈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她说在英国人赚钱 有时候没有房赚钱赚得快 我相信在北京上海其他大城市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北京上海 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讲 它存在一些资产的泡沫 这个泡沫什么时候能破 会不会破 不一定 但是对于伦敦来讲 它有泡沫 但是泡沫有限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找到专业的人 尽量把这个泡沫去掉 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投资回报 比达到你的规律的 达到你要求的这么一个 一个投资回报产品 如果你想英国买房 投资回报比能到6%以上 我现在告诉你不可能 我过去买了这么多房 我的现金投资回报比 只是2%到3%之间 当然不排除有4% 4%是绝对的例外 但是你不要忘了 本身靠时间赚钱 这些房子在时间的过程当中 每年伦敦平均的这种土地的增值 特别是伦敦中心地区的话 每年至少有5% 也就意味着 你一个投资产品能做到7% 8%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